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上一节搭完西伯利亚铁路 由莫斯科到海深威的终点站 中途有一个景点 旅游中很想跟大家分享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但我恐怕担心大家 大家忘记了 所以也会浅气 在这节上翻兜 提醒大家 这个地方真的很值得去 尤其是说雪景 这个地方很值得大家去一去 这个地方我认一下 我记得 这个地方是贝加尔湖 因为之前前几集有特意说过 因为说伊尔傅斯克的时候 有说过贝加尔湖的情况 让大家再看看相片 第十三张图 就是说贝加尔湖的情况 贝加尔湖出名是什么呢 出名是看冰 是 很大构的冰 和晶莹剔透的 晶莹剔透的 如果预定光线是对的 不单是蓝色的 还可以是黄色的 金色的 说到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很想去看看呢 继续给大家看看下一张图 第十四张图 舔兵 这张纯是假装的 我没有舔到的 舔下去的话 千万不要舔 贝加尔湖 一定贝加尔湖 当时突然有一阵风很大的 在我后面吹一吹 推向前面 那你的舔就必须了 那就正了 或者可能要用一些月水 特意用冰的舔才能放到头 这些 这些不要学一下 再看看下一张图 这些是贝加尔湖 那些很晶莹通透的冰 贝加尔湖 很多人只懂得去 夏天才去 夏天又有夏天的另一种景致 一样是这么漂亮的 但景致是不同的 冬天的时候 冬天去贝加尔湖 其实是近三多年的事 才开始热 冬天去贝加尔湖 我们所说的去看那些南冰 以及去看那些冬天的那种仓凉 最重要是那种仓凉感 给大家看看那种仓凉感 第十六章号 哇 山真是光亮 跟刚才二世古的那些 树上有雪的那种感觉 那些森林完全不同 那边的湖是结冰的 完全结冰的 那些树真是很离 和零零射射 三多棵 整个感觉是很棒的 那你才有感觉 慢慢想 慢慢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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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去完这一段 没有了 又要找旅费 在哪里找呢 哎呀 吃饭了 先思考一下人生 思考一下人生 先回到厂 这个贝加尔湖 之前几集也有特意说过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重温我们之前那一集 去特意拖一拖 这个贝加尔湖的一些特别之处 今集就尽量不刻意说太多了 但是呢 我就要提一提一样 为什么我会提一提大家呢 这个地方是 其实第一 它方便 嗯 就是由香港出发方便 嗯 那你说 我去俄罗斯也很方便 就是在香港 搭去莫斯科 直航 嗯 就算是转机也不是太难 直航也很方便 坐这个河航 这个俄罗航公司 嗯 9个小时左右 都到啦 去到莫斯科 都很方便 那你去这个 这个贝加尔湖 其实在香港呢 一样是很方便 你坐这个S7 即是西伯利亚航空公司 嗯 在香港出发 直航 四个小时左右 到啦 去到这个伊亿库斯坑 我之前说过那个地方 伊亿库斯坑 嗯 你去到之后 你就再转车 就转 现在是因为冬天 慢慢开 不要那么快 两个小时 就去到湖边 湖边那里转车 转车 转车 就不是骤艇 因为结兵了 如果是骤艇 就骤机 嗯 就是没得看 那坐那些雪车 那些噴射船那些 汽船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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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大的风扇在船尾那些 半个小时 你过到那岛 在那岛那里睡两晚或者三晚 慢慢就像我这样 诗过 正不诗 哈哈 思考人生 看着雪景 看着湖景 看着冰 看着冰 哇 很棒 那种情怀 如果你说 消费 你可以贵可以便宜 但如果你去到那岛 那里 你就不能贵 贵也是便宜的 嗯 但是就是你不用怕它脱皮脱骨 那些住宿 总有足够的暖气 你不用怕的 嗯 总有足够的暖气 如果你视为那些叫做熬的 你就在那里 就是普通的那些 賓館那些 旅館仔 你视为熬的 其实我就不视为熬的 嗯 只不过是便宜 就是 那些设备就没那么 没那么企理 之外 那你在那里住三十万 是便宜的 你出去到伊厦寺厄区 伊厦寺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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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那里住一段 那里住漂亮的酒店 有点漂亮的鹅 那始终去到一些 结果比较山卡拉 一些地方 是要尝试当地 一些最贴地 一點的风情 那些风情 那些风马风情 如果不是 你去到当地的时候 你去旅行 其实有 现在很多人不同心态 但是去旅行最基本就是放鬆心情的話 你貼地點才能夠認識到地方的一些不同的面子 還有如果你說不是,那個島那裡的暖氣不夠,紛紛 而暖氣紛紛斷電就怎樣了? 你擔心這件事,我又會覺得你不需要擔心 因為他比你害怕 說到這麼多之後,還有一個比較近一點 比起二世古日本更近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哪裏呢? 我們神州大陸,其實東北那邊很多地方看雪都是很棒的 紛紛哥真的很棒,除非除了,那個地方已經炒了 我們給大家看看第十七和第十八張圖,這裏是哪裏呢? 如果光看景點的話,我看上去這些尖頂的小屋 還有那些落雪的一些景碼 你不說我真的以為是日本的那些 真是東日戀曲的那些 白寸香,不是那些感覺 這裏就是在東北黑龍江那邊 這個地方就是統稱東北雪鄉 以前這個地方是來哈爾濱 大概是四十多公里外的 就是郊區那些鄉郊農居來的 那些農村地方來的 以前未有人去,未有人去,未有人認識去 或者未有人去的時候 他是尋常的農家來的 冬天就是這樣了 沒什麼人,靚靚靚,那些雪都濃一濃 早上煮飯有些吹煙 哇,你說喜歡拍照的,打卡 這裏拍照一流,感覺整個很童話故事 就是糖果屋那些感覺 那就是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去到開箱了 就是今時今 被人去到爛了嗎 因為很早之前有些人去了 好像我們那些人去完回來 以前就是沒有在網上開咪 就是沒有的 最多就是在電視台那裏接受訪問介紹一下 寫一下稿 在一些報紙那裏吹一下 一吹之下 就開始多人認識了 知道了 有人去 多人去 就是知道有人去 有人去 個個去完回來 哇,正啊正啊 多人去 去去一下 變質了 變質的意思不是那些景 那些景是沒有變質的 是那些地方變質了 那由這個不用錢入場 開始呢 就要給錢入場 啊 那由要開始給錢入場 都不算貴的 合理的 就要給很貴的入場費 嗯 都不算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 最大的問題呢 就已經去到 哇 叫做 整個 整個 整個場 人山人海 好像街市那樣 街市那樣 這個才是問題 啊 那你說 有沒有些位是沒有人的 當然都還會有的 但是所說的 整個大環境 整個大環境呢 就是人來人往 嗯 沒有說 正說呢 這個貝加爾夫 嗯 一定有 那時候 那張照片在走 一定有 街市左右是沒有人的 嗯 遠遠 沒有多遠 就有我們自己的車那幾個人 所以你的感覺是不同的 那即使如此 啊 現在正在這裏踩著他 那你說 能不能值得去呢 可以不可以去一下呢 我就會覺得 是近近的 啊 都是一個想說的 不錯的地方 都是一個想說的不錯的地方 只不過是人多了太多 人多了 那你走進去的時候 因為現在人多了 那些配套都充實了 你可以在那裏住 嗯 住在土拍的那些 就是那些旅店 嗯 那吃東西呢 也不是難的 即是那些餐厅仔 都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很贵 很贵 他是被人投诉过的 被那些什么国家管理局投诉 即是那些人投诉嘛 那些国家管理局都曾经试过去管理的 但是你知道那里的土豪比你兇 分分钟大家打了笼笼收了水的 你要投诉 你要去投诉他 那我就坐下坐去跟他投诉一下 叫做什么呢 知错 拜托 讲到大陆呢 你没办法的啦 除了远到黑龙江 再远一些外省的位置之外 其实中国大陆会不会还有一些 再近一点 近我们香港一点的 一些不错的想说的地方呢 近香港啊 近香港就 其实你去这个月北 啊 月北的意思就是港中省的北部 靠近这个湖南 是 即是那一区呢 冬天其实呢 都很大机会会下雪的 嗯嗯 很大机会下雪 那当然它的雪景就不像刚才那些 浓浓的那些 它极其量叫厚一点 是 即是如果它真的摇真落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的 那你就要看你能不能够搭吧 嗯 其实很快而已 踏到巢关那边 是 两三个小时在这个深圳北 这样就踏上去就是 嗯嗯嗯 又是另一种风味的 那你说开另外一个地方呢 在吉林省 嗯嗯嗯 吉林省呢 又是一个去上雪的一个好地方 因为它那里出名的什么呢 雪挂 有没有听过 雪挂 雪挂 雪不过雪 哦 雪 挂字 就是挂衣 挂的那些挂 那些挂 是那些冰冰雪雪 就是挂 看上来就挂着那棵树那里 即是一条条地摔下来 你当那些洋楼 你当那些是洋楼 但是那些不是树 那些洋楼是那些冰条 结冰的洋楼 就是那个形状 嗯嗯嗯嗯 明白明白明白 那你在吉林呢 最出名 最有名 就是去看这些地方 嗯嗯 去看这些风景 那其中呢 吉林呢 如果要去的呢 都不是太难的 就是坐飞机 嗯嗯 那你去到吉林呢 其实呢 你不用去捐捐捐捐的 就在吉林市里面 本身的市里面 它有很多那些河道 在河道岸呢 它有很多那些树 夏天是那些树 哦 那些是垂楼 那些树 那在冬天的时候呢 如果是对的气温 是 对的时段 对的气温 最重要 就是呢 那些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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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呢 你会看到树挂的那些景象 嗯嗯 那些景象 是很漂亮的 就是也是古色古香的情况下 就看到有些很漂亮的冰雪景 也是打卡的必须的地方啊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你想是 叫做 看多些的 或者感受深些的 更加深刻些的 正些的 去到吉林市那里呢 那些树挂 在市区那些不够味 那我要去看些 剛才说的雪香 是 就是那些乡下 乡下地方 是小木屋 那不够 就是那些雪 那也有机会的 是 如果你是又是 是说到尾 又是那么巧 你能够到那些天气气温那些 嗯 那你就可以去这个 在吉林市那里 是 你驾大约是 五十多公里外的郊区 那些的农村 农村地方 嗯 那在那个江边 黑龙江的江边 那里呢 就是有几个岛 那现在统称是叫做 这个暮虫岛 暮松还是暮虫呢? 暮松的应该是暮松岛 其实就是在黑龙江上面的 冬天就结冰了 有几个岛的 统称叫做暮松岛 其中有一个大岛 大一点的就是 就是一个叫做 很多农村 一些农民在那里 捞羽也好 或者是在那里住的 那些乡民 那现在就是 冬天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 刚才我们看树香那些 那些乡下的那些 那些屋子的那些景 还有就是 那些树那里 它的岛很大的 本身都很大的 那你在那里就会看到 那些树挂 那两个东西都看完 所以在吉林 就是偏向黑龙江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 亦都是去到开巷 好大的 又是要跟人搶位摄镜 那些 那些 又是要拍照的时候 要霸定头位 霸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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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不够去你霸 没办法 不过意被人撞到 撞到河就没有了 但是就是一单或一单 始终都是一个美景 那都是那一句 靓景 の地方 不妨去打的话 你自己亲身感受一下 是和 người口中轉述 给你听 是亦差很远的 就看一下 其实这两个地方 都有很多香港的 喜欢打图的朋友 很多都去过 或者是 在不断去的 嗯 嗯 我也覺得是OK的 嗯 去到節目的尾聲 又是時候要介紹一首歌給大家 這首歌就是我們的高級 一聽下去就一定中 你又未必對聽的 是 是甚麼歌 年紀的問題 關正傑的《雪中情》 是呀 聽完這首歌就完結了今集了 再見 拜拜